弟兄姊妹平安 我是基督徒林良补给站的主厨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教会一词的原文字译 我们知道新约的原文就是希腊文 那么希腊文教会这个字呢 那发音就是Acclesia 它的原来呢 它的字意是指一群执行任务的民众所组成的团体 那新约的作者就引用了这个字来做教会 那么教会就变成是一群重生得救的会众所组成的团契 由民众改为会众 由团体就衍生成为团契 那么重点就是重生得救的会众 那得救呢 我们可以从这些经文看得出来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这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那得救呢 是得着什么 首先是使我们得称为义人 如今劝蒙神的恩典 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 第二呢 使我们得儿女名分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第三呢 使我们得永生确具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丸 反得永生 第四呢 使我们得圣灵内住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天父 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四本福音书当中呢 只有马太福音有提到教会这个词 分别记载在十六章和十八章 这两次经文呢 就启示了教会啊 具有双重的意义 我们详述如下 耶稣说 你们说我是谁 彼得说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就对他说 西门巴运啊 你是有福的 因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我还告诉你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盘子上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反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反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那这里提到的是 我跟你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就称这个为宇宙教会 因为叫in church 宇宙教会是独一的 也是无形的 是凭信心 借着绝制祷告 就可以进入的 耶稣说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你就去 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 指出他的错来 他若不听 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 句句都可定准 若是不听他们 就告诉教会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所以这里所提到的教会呢 就是神跟你们 这里面也提到一个聚会 那这就是地区教会的观念 那地区教会呢 是由三一神和诸多人 所组成的团契 是在五行节圣灵降临后开始的 人决住以后呢 要借着受洗就归入了主的名下 就加入了教会 那英文叫做in the church 特别注意到这个church 有一个the 就在那里呢 接受属灵装备 按时聚会 操练彼此相爱 预备作主的门徒啊 想要知道更多的信息 欢迎你造访基督徒 灵梁补给站 我们的网址是 A-L-L-E-N-L-I-N-N 是等候